小凤竟然对雪瑶做出这种事,网友议论纷纷,究竟发生了什么? 相信看过小凤视频的都知道,最近小凤小木离婚事件被闹得沸沸扬扬,甚至到现在还未平息,都知道小凤小木来自组合家庭。 在之前各自都有自己的孩子,然而这次两人离婚后,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孩子抚养的问题,相信小木的大女儿雪瑶大家并不陌生。 不仅人漂亮还讨人喜欢,虽然不是小凤亲生,从视频来看,小凤对雪瑶却生死亲生,想出起来非常融洽,现如今小凤小木离婚了。 小凤依旧对雪瑶非常挂念,记得前段时间雪瑶生日的蛋糕都是小凤送的,网友们纷纷夸赞小凤对雪瑶确实很好。 就在小凤最近的直播时,网友再次提到雪瑶,质疑小凤对雪瑶的所作为只是演戏。 顿时小凤火冒三丈直接怒对网友并澄清自己,先一起来看一下怎么回事。 跟大家说,雪瑶去立川读书,本来雪瑶它,我们是农村的对不对,然后雪瑶它只能在那个甘院读书,我们那个村里读书。 结果我回来以后就是要把它弄到城里面去读,因为我觉得孩子给他好的教育,就像现在我在这里,我在这里工作,我就是为了孩子。 小凤直言自己对雪瑶如同亲生,甚至雪瑶上学的事情都是他一手操办的。 他没有想到,自己辛辛苦苦付出,却得来这种结局。 提起这是小凤明显有些愤怒,毕竟小凤对雪瑶是真心的。 你们觉得雪瑶会回到小凤身边吗? 对此不知屏幕前的你怎么看? 欢迎留言评论区,我们下期见拜拜。